施仲昆听完面色凝重 他也认为那棵树有问题 这么多人死在这里 那棵树竟然没有夹在点怨气 也没有鬼附在上面 好像死在这里的人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实在很可疑 昨天起说问问他的小弟吧 他有个小弟消息很灵通 阳间与明界的事情 他都一清二楚 才要开口叫鬼 刹那想到什么 语气柔和的对李瑞颖说 瑞颖子女 呼召我现在要叫小鬼上来 他长得不是很好看 有点丑 但他的个性很好 不会伤害你的 你要是害怕 就捂住眼睛别看了 李瑞颖应好 就照周天起的话做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